各位观众您好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官员2号透露 美国正在追踪一个疑似中国侦查气球 过去两天来美国在领空发现了这个气球 但是由于担心被地面人员造成伤害 五角大楼决定不将己己落 美国之音报导 一位高级国防官员对驻五角大楼记者说 美国有非常高度的信心认为 这是一个中国的高空气球 而这个气球飞越过了敏感地点收集资讯 其中一个发现该气球的州是蒙大拿 这里有马力姆斯特伦空军基地 另外有三个核弹道发射井 五角大楼新闻秘书莱德就此事提供了一份简短的声明 声明说美国政府继续追踪这个气球 气球目前正在远远超过商业航空的高度行径 对地面人员并不构成军事或者是实体的威胁 他说过去几年也曾经看过类似的气球活动 而美国采取了步骤以确保该气球没有收集到敏感的资讯 这位国防官员说 美国已经通过多个管道跟中国官员进行接触 并且将此事的严重性传达给中方 在五角大楼宣布这项消息的几天之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将前往中国 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会影响到布林肯的旅行计划 美国国务院还没有正式的宣布访问计划 美国近来正在扩大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 采取了一系列的活动来制衡北京 并且向印太地区的盟友保证 面对到中国跟朝鲜的威胁 美国是跟他们站在一起的 这位高级国防官员说 美国确实让包括F22在内的战斗机做好准备 一旦白宫下令便将气球击落 五角大楼最终建议不要击落 提到即使这个气球是在蒙大麻州 人口稀少地区的上空 但是因为它的体积 也会造成面积足够大的碎片地带 有可能会给人们带来风险 这位官员拒绝具体说明这个气球有多大 但是表示 虽然气球是在高空 但是它的体积大到商业飞行员可以看得到的程度 这位官员说 令他们对这一次发射气球事件感到关切的是 气球的飞行高度跟在某一地点上空徘徊的事件 但是这位官员并未提供细节 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2号表示 CIA评估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因为乌俄战事情况而有所清醒 但是如果因此而低估中俄之间的伙伴关系 将会是一个错误 德国之声报导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伯恩斯 2号在华府乔治城大学的一场外交政策活动上表示 俄军在乌俄战争当中的糟糕表现 让习近平感到惊讶跟不安 但是他建议人们不该因此低估了中俄之间的伙伴关系 对乌俄战事 俄罗斯最近几周一直在取得进展 伯恩斯说 接下来的半年对乌克兰来说将会是关键 近期巴西总统呼吁 中国是时候该出面调停乌俄战争 但是中方在此事上并未做出正面的回应 中俄两国在去年乌俄战争爆发之前曾经发表联合声明 其中表示两国之间的友好没有上线 合作没有进去 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后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全面制裁俄罗斯之后 中国并未对俄罗斯做出谴责 中国外交部曾经表示过 中俄合作没有止境 没有进去 没有上线的三无表述 今年初中国外长秦刚表示 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协力厂商基础上 愿同俄方来携手 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不断将中俄关系推向前进当中 外界可以明显地看出 中俄的关系由三无表述 转向三步方向 伯恩斯另外还指出 中俄友谊并非全无上线 日前俄罗斯外交部就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正式邀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今年春天来访问莫斯科 但是中方至今尚未证实此事 伯恩斯另外还提到 习近平对台湾的野心还很强烈 并且警告围绕台湾而发生的冲突 将会对所有枪祸进来的人来说 非常的不幸 与台湾关系越趋密切的立陶宛本月初 外交事务委员帕维里奥尼斯也表示 中国能够改变世界规则 而如果美国不能够保卫乌克兰 那么之后将会看到台湾海峡 跟印太地区出事遭受到攻击 1月30号刚传出荷兰跟日本 同意要跟进美国的对华芯片限制 中国方面立刻采取行动 继致电给荷兰外长联系之后 中国外长秦刚二号 跟日本外长林芳正通电话 呼吁继续秉持市场原则 跟自由开放的精神 开展对华经贸科技合作 并且在台湾问题上 重信首诺 谨言盛行 联合早报引述中国外交部官网报导 秦刚强调中日经济彼此依存互惠 希望日本着眼维护国际贸易规则 跟自身长远利益 继续地秉持市场原则 跟自由开放精神 开展对华经贸科技合作 双方应该要坚持战略自主 共同把亚洲发展好 建设好 秦刚这番言论显然是针对 日前媒体报道 美国已经跟日本荷兰达成了 科技出口管制的消息而来 根据知情人士29号告诉美联社的消息指出 日本跟荷兰已经跟美国大群像协定 限制中国取得制造先进电脑芯片的材料 美日和围堵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阵型 已然成型 本月中下旬拜登分别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以及荷兰总理旅特会谈 推动加强相关的出口管制 而在上个礼拜 旅特在新闻会上被问道会谈时 表示内容涉及到这种敏感的材料 高阶的技术 荷兰政府选择非常谨慎的就此进行讨论 而这意味着以非常有限的方式来沟通 如今根据美联社报道 美日和三方已经达成协议 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格雷夫斯之后也证实 美国已经跟日本荷兰达成协议 限制要对中国出口的芯片制造设备 拜登政府在去年10月宣布对中国祭出芯片禁令 要全力围堵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 表示先进芯片可能会被中国用来制造武器 侵犯人权 跟提高其军事后勤的速度更准确性 美国顿促日本荷兰等同盟效仿 中国对此感到不满 表示贸易限制将干扰全球的干应链跟经济的复苏 自2019年起被限制不得向中国出售最先进产品的芯片生产设备大厂 艾斯摩尔 29号表示 他们还不知道有关该协议的任何细节 以及将如何影响到公司的业务 艾斯摩尔是世界上唯一家生产机子外光围影技术设备的供应商 被用于制造先进半导体芯片 该公司仍向中国提供低阶围影的系统 艾斯摩尔在北京跟深圳有研究跟制造中心 区域总部在香港 美国官员表示 中国正花费巨资扶持其刚起步的半导体制造业 但是目前中国还不能够制造用于最先进智能手机 以及其他设备上的高端芯片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 荷兰光刻机巨头艾斯摩尔 可能已经同意不会向中国出售制造成熟制成芯片的光刻机DUV 预计将造成中国自主制造芯片的脚步减速 这也表示将扩大目前已经禁止运往中国的芯片制造设备的范围跟类别 从高阶芯片设备扩大到成熟制成的中低阶芯片设备 分析说此举会深深地打击到中国中芯国际跟华红半导体等半导体公司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 批评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私利 滥用出口管制 胁迫又拉一些国家组件遏制中国的小圈子 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 严重破坏市场规则跟国际经贸的秩序 中国对此坚决反对 他说这种做法省人不利己 破坏全球产业供应链的稳定 国际上不乏担忧之身 而中国官媒1号也发表文章 呼吁美国放下唯独遏制中国的执念 避免任由意识形态偏见国家对华政策 日本外交部则在新闻稿当中说到 林芳正愿意跟秦刚展开合作 实现构建建设性稳定关系的大方向 并且强调在绿色经济和医疗 护理保健等领域开展护理合作的重要性 林芳正也说 确保有透明可预测跟公平的营商环境 以及确保日本企业合法经济活动 受到保护是十分的重要 并且呼吁中国应该要采取适当的措施 北京当局实行三年的清零防疫政策 导致经济受到重创 政府财政也入不敷出 数据显示中国出现创纪录的财政资资 中国媒体报道 根据中国财政部发布的去年财政收支数据 2022年中国的广义财政收入约为28万1600亿元 比去年下滑了6.3% 广义财政支出37万1200亿元 增幅达到3.1% 而广义财政支出超过的收入达到了人民币 89600亿元创下了历史新高 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疫情爆发的2020年 报道说中国以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成长幅度保持两位数 因为经济成长放缓 自2013年起维持各位数 近年来受到疫情冲击等因素的影响 2020年公共预算收入罕见负增长 2022年仅仅微增了0.6% 堪称半世纪以来的低值 此外去年中国税收收入约为166600亿元 比上年减少3.5% 税收成长幅度不仅低于2020年 并且创下了1969年以来的最低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至自1970年代以来的第二低的水平 政府财政状况去年急剧的恶化 这是受到了房地产市场低迷 全球需求疲弱 以及严重损害经济活动的清零政策的拖累 地方政府被迫为了执行该政策的核三检测 隔离跟封锁支付了大量的资金 这些支出全年都在上升 直到北京当局在12月初突然转变 放弃了所有的控制措施 中国财政吃尽可由去年12月 当局发行规模达到了7500亿元的特别国债可见端倪 当时专家分析这是借薪环救之举 第一财经报道 因应新冠疫情的冲击 2020年中国财政部曾经发行国债1万亿元 又因为2022年经济下挫的压力更大 财政收支更行桌金剑轴 当局因此决定发行7500亿元的特别国债 政府支出是去年经济增长3%的主要推动力 这是由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资基措施 增加了投资跟服务的支出 从而提振了消费 但是家庭支出是下降的 财政市自占了中国民意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4% 高于2021年 低于2020年的8.6% 根据彭博社的计算 这意味着政府债务的上升 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扩大到接近GDP的一半 另外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上月中旬发表的地方财政发展报告 近两年地方财政收入成长发力 但是迫切需求的支出扩大 以致平衡收支矛盾得靠举债 造成中国去年各省债务增速远远超过收入 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副所长马光荣分析 主要因为经济受到疫情的冲击 导致地方财政收支矛盾扩大 并说去年各省债务规模增加的幅度 明显超过了GDP跟财政收入 并且加重了常债的负担 地方政府财政状况恶化不仅将损害到经济增长 还可能会进一步的影响社会稳定 美国之音报道 由于资金的紧张 一些地方政府推迟或者是暂停向新冠测试商 和其他的服务商来付款 倾兴事件已经导致社会抗疫冲突 日前重庆的新冠抗原事剂制造商 中原汇集药厂就传出了多达2万名零食工在场内示威抗疫 要求要返还基欠的工资 引发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另外有报道指称 广州市以财政紧张为由 计划缩减退休人员的医保待遇 导致大量退休人员前往人设局来示威表达不满 地方政府将在未来几个月支付更多的到期债务 这预示着将会有更多的财政痛苦 路透社报道指称 许多地方政府已经采取了减薪 财源降低补贴 甚至施加不成比例的高额罚款 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 重粮连航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庞明分析 如果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寻求一渐进跟审慎的步伐 来实现宏观经济政策正常化 他们将需要继续抗击不断上升的债务跟资产泡沫 来确保疫情之后 经济在没有过热跟金融风险的情况下 实现自我持续的复苏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库机构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 近日发表了报告 指称中国共产党眼如一间大企业 不断地扩大经济权力 利用举国体制来协调其丰富资源参与国际竞争 但是报告提出 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治下 一些中共公司赖以成功的不成文规定 遭到肆意的践踏 让海内外的资本家都问 中国是否可以投资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一份报告 题为中国共产党公司 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重塑 报告作者 中国经济学者诺顿跟CSIS助理研究员伯兰指出 中共犹如一间中共公司 其基础的要素是在国内公司内 设立新的正式党委 这个党委机制使得中国共产党有能力 直接来控制企业 报告直指 中共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近年来出现的变化 使他们更直接地处于中共的控制之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保证行政总裁CEO 高于党委书记的权力的厂长经理负责制 已经逐渐被废除 党委首先被赋予了在公司的战略作用 其地位甚至超过了董事局 而董事局本身 现在也经常由党委书记来担任董事长 该报告强调 中共近年来出台新规 明确地规定 党委的前置决策权应该要包从三重一大 即重大问题决策 重要干部任免 重大项目投资决策 大额资金的使用 显然这意味着 这份报告所关注的大规模国外业务 也是由党委直接决定 而党委本身也宣示要接受上级党组织的指导 报告又指在2010年代末开始 现有的国企治理要素被重组 以至于国际跟当局的基本性质发生的变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国家所有权已经被党的所有权给取代 只是中国共产党不能够收获这些党器产生的收入 诺顿跟博然又认为 为了要扩大经济权力 中共党器的党委机制不断在变化 比方说在国际改革三年行动方案 2020到2022年中 国际在谨慎规定的范围内 被鼓励拥有更大的经营自由 跟更强的激励措施 又比方说除了利润跟资本价值 还有一套单独的公开目标 被纳入管理层的绩效合同跟激励制度 党在国有企业当中的作用 以多重重叠的方式得到了加强 另外报告也指出在过去十年当中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创造了一系列新的金融渠道 大大的增强了中共公司决策者 间接引导企业的能力 第一部分包括了新的金融法规 与修订后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一起推出 旨在走向一个更加金融化的系统 这是一个更广泛的向投资者国家转变的过程 第二个部分由各种特殊用途基金组成 旨在帮助实现国家的目标 第三个部分是管理或者是指导新公司 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的过程性方法 这三个新的组成部分 是在国家长期主导中国银行业的基础上给产生的 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由政策性银行 跟国有商业银行组成的强大体系 这些渠道加在一起为中共公司的决策者 提供了充分的灵活性 这两位作者又指出 在过去十多年内 政府跟党委书记对私营企业的渗透一直在增加 报告指出中共公司制度发展的目的是 让混合所有制的私营公司 在经营过程当中 比国有公司受到更少的直接控制跟约束 以国有企业相比 混合所有制的私营企业 在经营过程当中受到的直接控制跟限制比较少 但是报告强调 中共公司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 而这三条不明文规定 近年均被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给任意践踏 这三条不明文规定包括了 私营企业被认为是合法的 企业家被允许支付 中共指导私器的法规是符合市场规律的 中共的战略方向可以很容易地传达 给各行各业的负责人 这两位学者指出 习近平肆意见大上述三大不明文规定 实际上已经引发了一种危机 导致外国跟国内的资本家都想知道 中国到底可不可以投资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跟请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 请您点赞 订阅推荐给您的资本